我们上次上一课讲的是什么 上一课讲 主播快讲 你又讲了你又听不懂 我前面已经讲了两三周了 你没有听 你根本又听不懂啊 我快不快讲 跟你也没有关系啊 我建议你去补一补前面的录播 如果你想看的话 上一课讲的是 上一课讲的是比较难的 能指跟所指了 能指跟所指提一个问题 我出一个比较开放的题目 而是我出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吧 难的题目比较能看出你们的水平 我出一个比较难的题目 我还没开始问呢 你们就疯狂的开始回答干嘛 我还没开始问你们 在疯狂的回答什么 张云的子宫称为是 称为是月经活动的 月经月经 每个月月经的场所 这个是转域还是隐喻 你们怎么都理解的这么好 你们怎么都理解的这么好 基本上都答对了 还是转的大部分的人 打转域是转域啊 隐喻就是 隐喻就是创造了新的意义啊 转域就是没创造新的意义 没有你们答的是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老混 但我觉得你们好像理解的比我好 你就把握说 转域跟隐喻 它有没有创造新的意义 如果有创造新的意义 就是隐喻 没有的话就是转域 好来我们继续啊 继续学这个 你往上翻吧 反正有人打隐喻的 我本身是开一个难的题 后来想说 打字只能打20个字 算了 不难为你们了 今天我们要讲 the symbolic failure to overwrite the imaginary 就是符号性 这个是昨天讲的 今天要讲的是 the inability to create new metaphors create new metaphors 就是无法创造新的 它这个metaphor 其实就是把隐喻跟转域 全加了一块去了 它这个metaphor 其实就是隐喻嘛 但是这个作者 他把转域称为 叫做一种 什么替代性的隐喻 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总之就是 你们就理解 这metaphor是隐喻跟转域在一块 在一块 what 施列伯 施列伯 is certainly a writer 就是施列伯肯定是一个作家 he is no point 他不是个诗人 he does not introduce to a new dimension of experience 能理解吧 就是 诗就是隐喻啊 你要在这个 你要在这个表征关系中 创造出新的意义才可以 理解吧 这就是隐喻的作用 它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施列伯 大家要跟施列伯 怎么讲 那个癫狂患者 它这里就是 其实就是说 癫狂患者的 隐喻上的 语言的结构 他们没有能力 去创造新的隐喻 我再提个问题 为什么 癫狂患者 没有能力创造隐喻 沉默 一片沉默 这个问题还没有学啊 这是今天要学的 只是我看一下 你们的 目前有会有什么想法 那他的无意识里面 为什么没有隐喻啊 那你们的意思是 无意识里面 就没有隐喻啊 无意识话语有隐喻的呀 长老老梁说的是对的 就是因为 傅志明被除权 没有没有错 但是但是为什么 傅志明被除权了 就不能就不能创造隐喻了呢 不是你们对隐喻的理解 还还不对 你们对隐喻的理解还不对 你们还把它当成一种修辞学 你要从符号学的意义上 去理解它 对 确实是只学到这儿 那我们今天带着这个问题 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答案是什么 为什么 癫狂患者 没有办法创造隐喻 但是 再另外一个问题 癫狂患者 可以使用隐喻吗 他虽然自己 没有办法 create new metaphors 但是他可以 imitate 就是别人说的隐喻吗 他可以吗 隐喻不是能指向下一个 慢慢来慢慢来 经营都会长的 经营都会长的 癫狂患者的语言基本结构 没有符号重构的事实是 这里说的很别扭 这里说的很别扭 就是癫狂患者 他的那个 那个symbolic 没有overwrite 那个imaginary 对不对 就是说 癫狂患者 他的那个imaginary 始终存在 他一直没有被符号化 成功的符号化 对吧 他们无法创造新建语 而神经症患者可以 他们显然使用隐喻 因为隐喻是 每一种自然语言的一部分 他们有能力使 使用周围人使用的隐喻 在月中发现的隐喻等等 让他们无法形成新的隐喻 就是 癫狂患者 就比如说大法官 施烈博好了 他肯定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他不发作的时候 不发生那个 psychiatric break的时候 那肯定是可以 跟别人正常的沟通交的 他可以使用隐喻的 只是他自己说不出来 你让他创造一个新的写 他不可能 但是他只要见过的 他可以通过imitation 模仿他 例如 语言名词 动词和编语的结构 似乎并没有与同样 就是拿癫红患者和常人相比 的方式被同化 因为这个结构允许我们 替换一个名词 如子 关于另一个名词 如剧院 或者是用一个短语 如月经活动的剧院 来 来创建隐喻 它是一种特殊的隐喻 其实这是转语 就是转语 就是用转语来说这个东西 虽然呢 那这里说 虽然他们连转语也不可以 他们连转语也不可以 虽然电风患者可以通过模仿 像常人一样使用隐喻 但他们的语言结构 缺乏重构 因此无法创造新的隐喻 下面会讲原因的 阿康认为呢 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缺乏了最基础的隐喻 傅志明的隐喻 阿康就傅志明的隐喻 合缸上面代表 上面部分对下面部分的替换 就刚才老梁不是说 是因为傅志明被除全了吗 但是你要知道 傅志明就是一个隐喻 傅志明是什么的隐喻 看到这里已经提示给你了 father's name mother's desire 或者是就这样简写 father mother 傅志明是什么的隐喻 傅志明是禁令 那不是傅志明的隐喻 傅志明就是禁令呀 Lost的哪里是母亲的欲望 对你 你就看这边写 其实是母亲的欲望的隐喻呀 那母亲的欲望又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边写 就是母亲的欲望呀 不是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想象一下 不是菲勒斯 不是菲勒斯 别再说了 你们想象一下 到某个年纪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 六岁到七岁吧 那个时候 如果母亲还喜欢 就是像小婴儿人 把你抱在怀里呀 然后想问你奶呀 或者怎么样 你第一个反省什么 是不是 这是有点恶心 这有点反胃 就是想跟母亲 大家开个距离 对不对 这个恶心就是 就是傅志明啊 不就是隐喻吗 就是傅志明 其实就是母亲的这个 这个欲望 母组共同体的 这个隐喻的隐喻呀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他傅志明 已经替代了这个东西了 傅志明取消母亲 欲望或需要 压制他 取代他 妈宝表示 表示不是啊 对 所以妈宝 就是不是 现在是一个贬义词嘛 大家认为说 这个人是妈宝 就意味着他缺乏 在某些方面 缺乏某些能力 对不对 如果有人说 你想妈妈 继续这样对你 那你肯定是 没有阉割好嘛 你额地不是三阶段 没有正常的完成 所以你 你将来也可能是 变成大法官失业伯 你要小心一点 你希望妈妈 这样对你 这就是典型的 傅志明的缺席 但是我不确定 是神经症 还是癫狂 就不确定 是他一开始不在 还是缺席 这样说 父亲的隐喻 与燕戈有相关大的联系 正如弗洛伊德 所描述的那样 孩子被迫放弃 原来与母亲的 某种关系 由于由父亲 提出了要求 或由父亲 发出了威胁 总而言之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 原初压抑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第一次压抑 原初压抑 就是傅志明 傅志明的 就是母亲的 对于母子共同体的想象 对于原乐的 趋向的转域 对于原乐的趋向的转域 那我们假设 这个孩子 已经被他的母亲 或主要的看护人 所接受了 这并不是全部如此 就是不是所有人 都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 对吧 因此就是我们在某些 儿童自闭症的极端 力度所看到的那样 就是 现在不是老说什么 自闭症天新兴的孩子 之类的吗 就是他们有些 当然是先天性的 因为气质性的问题 但有一些 其实是后天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有些孩子在母亲的世界里 没有得到任何地位 一开始就不被接受 只有他们最小的 生无需求得到满足 反正就饿不死嘛 通常不是他们的父母 而是莫不关心的 有偿的照顾者 他们与他人交谈 和接触的尝试 只得到喊叫声 和耳光 只会回应 就是你 大吵蛋闹 有些不负责任的人 他就会不理你嘛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母子共同体嘛 母子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圈啊 母亲经常被孩子 认为在白天和晚上 不同时间阻碍 或切断与母亲的联系 事实上 对孩子能与母亲 许多满足感 施加限制 胜程率 因为已经长大了 只有 只有婴儿 才需要他们的妈妈 就是 父亲是 这样的一个杠啊 把这个母亲 跟父亲分开 不是 把这个孩子 跟母亲分开 对吧 这个就是 傅志明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 就当我们一翻 你就是车骨的话 我们都很熟了 所以理解了吧 这个言语就是什么 The father's know 我父亲的建议一个 mother as source of reasons 就是孩子把母亲 写上成圆乐啊 这个 这个领域 其实是这个 就像我们看到的 禁定创造欲望 为什么禁定创造欲望呢 因为当某事被拒绝时 我才会第一次看到 我想要什么 我缺少什么 不能拥有什么 如果没有禁定的话 你都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 对吧 意识形态嘛 ideology 它不会给你想要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它只是 告诉你你想要什么 父亲的禁令 构成了对我母亲的 某些乐趣的渴望 与她的身体的接触 与她的爱抚 与她拥抱的温暖 与她的声音 毕竟然很可怕吗 那么换一个 但这种拥有必须被压抑 这对这个父亲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对男性和女性儿童来说 第一种是原初压抑 也包括忘记一个人 对母亲取得某种满足的愿望 这一代表着男孩 就往往比女孩强 因为父亲突然会做得更决绝 所以进行对手上 他的儿子 作为对手与母亲分开 他经常允许 他的女儿与母亲 保持更亲密的关系 时间长得多 就是现在的文化也是这样子 就是对女孩的 养女孩的方式 跟养男孩是完全不一样 对吧 养男孩很早 就是要培养他 就是要独立啊 不要老年子 母亲啊什么的 对吧 让他去 转而让他去认同 男性共同体的秩序 不要去在妈妈身上吸取原乐 当孩子开始发现 母亲的爱抚和拥抱 令人厌恶 嫌恶不体面等等 所以我这些都是压抑的迹象 傅志明的隐喻 涉及到另外一个时刻 我们将有机会 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第一个时刻 已经是将单词与意义联系起来了 这个意义所谓就是 Social Constitution 就是意义语言构成的现实 也就是说 我们因为讨论它 而分享的现实 是在事实之后确定的 孩子与母亲的关系 是对父亲的禁止而赋予意义的 最初的意思 就是父亲爱与所产生的基本意思 我对母亲的可能还是错误的 不管以后我还能想到什么 我都会相信的 例如尽管我不应该服从父亲的禁令 原来从来没给我任何回报 从来没给我替代的满足 第一个意思 就原初的那个压抑 一旦确定是不可动摇的 不可能被连根拔起的 这也就是说 因为你对父亲的认同 是一个亲领性的认同 你后面未必 你后面想要开始弑父 对不对 那你想 当你弑父的时候 你会不会对最开始 原初的那个压抑 那个父亲的认令 开始反心呢 就是不会 因为就是 就是一开始这个东西 一旦形成的话 它就已经不能被改变了 所以就跟癫痕患者说 后面即使再进行治疗 那个结果也补不起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 一旦形成的话 它就是终身性的了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开放解释 可以证确 当然 即使父亲禁止谈论父母关系 这里面也有可以解释的空间 是他抱我的方式 我抱他的方式 还是我们知道的造型 就是你这个弄 我到底 弄我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不能立即的说结论 父亲反对的是 某种触摸和爱护 这个东西就是拉康所谓的这个 锚定点啊 锚定就是button time 不是说有人翻成缝合点嘛 就是缝合点 它后面有个search 有点重复啊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锚定 这个比较不容易重复 但是button time 它其实跟缝合点比较接近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为了避免 只能硬把它翻成锚定点 它可以无视参考到现实 创造一个完全神话的现实 一个基础的不可动摇的意义 就是硬缝上去的 理解吗 这里是指着现实的空间 如果你现实的去讨论 这个缝合的东西 你就说 父亲这个no 如果你现实层面去讨论 经验层面去讨论 它no到底no的是什么 是我不能跟母亲抱吗 但是我精神上 可以跟母亲很亲密 但是没有质地上的接触吗 不是 这个button time 这个缝合的意义 这个暗语是什么 它是整个都替换掉了 它跟那个现实层面 这些经验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这个图这个作者是这样划的 上面这个是语言 语言其实是能指嘛 下面是meaning meaning应该是意志 也不是所指对吧 就是能指跟意志 然后有个东西 把button太绑在一块去了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点就是 就是暗语 就是暗语 但是这个转换是什么 这个转换是 就是说符号界是 是如何转写这个象征界的 但是昨天钱金朵 那个视频讲的是什么 谁还记得 就是我们昨天看钱金朵 那个视频讲的是什么 它其实那个公式 你们记不记得 昨天钱金朵 那个事情讲的是 我们的主体是 如何从实在界 转到想象界的 我们这里不是说 婴儿它最开始是实在界嘛 但是它后面 随着它有那些 饥饿的感觉 什么就开始想 它就开始进入 这个imaginary了嘛 这先是从real real从一个绝对的无 absolute nothing 然后到了一个 想象界 就开始有恶 有些基本的生理需求 就是imaginary 然后呢 从这个imaginary之后呢 这个imaginary 后来又经过 这个阉割 转移到symbolic 对不对 但是前期就讲 那个是怎么从这个 real转移到imaginary 这个过程 就是最开始的 那个无意识 输入和结构的过程 那个东西是 在我们讲这个东西 阶段之前的 我们一会儿回去再看一下 帮助你们理解它 这个事情 正是这一帧 就是这个缝合 让某人同化的语言结构 没有太修得这样 话又乌有 就像 Rachel 就前面这个 前面举的一个例子 记不记得 就是说一个典型 电魂患者 他老说什么 抓住 他前面老说了什么 抓住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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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感觉过他自己嘛 对吧 因为他老觉得 他身体中有个他者 然后他老想找到 自己是谁 对不对 就是因为缺了 最开始 副知名被除全了嘛 对吧 然后这里呢 这个Rachel经常说 他总是觉得 他自己在另外一边 他没有缝起来 他没有把这个意义啊 就是能指跟意指缝起来 他最开始 因为没有副知名的关系 就是这个转域 这个隐喻 没有形成 没有被缝起来 所以就他经常会觉得自己 Why she often loses this threat 就是老感觉没有缝起来 老感觉没有缝起来 就脱险 你知道了吧 这就是癫魂患者 很喜欢说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再回去 我们再回去重新看一下 前进宗那个视频啊 经过我们昨天晚上 和今天这个讲解 我相信 应该是可以看懂了 我们继续看前进宗 前进宗的视频啊 你们觉得前进宗跟卫明子 其实长得比较帅 就是转域和影域 它怎么弄出来的 啊 真的吗 完了 你们两个人 能指锁指要加一遍 能指的话 就是只声音形式 比如说你 我 你在思考的时候 脑袋里是不是有个声音 嗯 那个就是能指 锁指的话就是概念 就是就是 就是你脑子里想的概念 你把一个意思 跟一个声音 联系在一起了 比如说我们说能指和锁指 你把一个概念 和一个声音对应起来 啊 就形成了一个预言 简单说一下这个 他自己讲错了 他自己讲错了 这个你们已经能理解 他错在哪了吧 啊 就形成了一个预言 这个带S是什么 小S是什么 上面是能指 带着锁指 下面是意指 对吧 我跟你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他说哪里有问题啊 他前面讲能指 跟说他说能指是 语言是声音 小S是你脑子里想的概念 这就已经错了啊 你脑子里想红色 这个概念 它已经是一个 就是当你用想 想的一个概念 它就已经是个能指了 比如说你说出红色 脑子里想的红色 那是一样的 那哑巴怎么办 那照他怎么说 那哑巴想的东西 那哑巴没有嘴 哑巴想的东西 是所指吗 能理解吗 你想的那个东西 就是能指 不存在你脑子 想的一个概念 就是必须在那个东西 之前的 在那东西前面的 就是在你能想到这个概念 最前面那个东西 才是所指 就是说那个锁子的概念 那个锁子的概念才是那个 简单说一下没有 所以你说能指的话 这个F有一个之间 其实是一个能指的一个建构系统 就是人最初的什么构建起我们的语言系统 这个我讲的 我们从最头最开始最开始来讲吧 你说一个人刚出生的话 啥也没有对不对 其实这里实在界已经要引进来了 实在界 你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一种状态 就是你最初的那种畏位的状态 但是你被阉割了以后 你要进入到这个象征界 你要被阉割 你要进入到人们的文化系统来 其实你是不断的把自己冲 将自己跟隐喻 将对应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吧 我们说这个 一开始我们说了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 这是要脱口结构吗 也管它吧 反正就是一个结构 对不对 这是能指链在滑动 上面是能指 下面是锁子 能指链在滑动 但是这个能指的话 怎么那个 所以我们最开始要确定一个自我 主体要形成 主体要形成 实在界 给了你一个实在界 给了你一个绝对的五 在这种绝对的五上 我们形成了一个 第一个 也主体对应的谋定点 我不耍 我不耍了 我不耍了 来看吧 这个第一个能指 就难以言说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讲 其实就是 在婴儿时期 一种对母亲对你的回应 比如说你一哭 然后母亲就把乳头塞给你 这其实就是 给你的一个 一个谋定点 等一下我们会讲 我现在只能大概讲 想一下 就是母亲对孩子是一种误解 就是一开始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哭 压根不代表任何意 没有任何意 但是母亲对于你的爱 母亲把你当做了一个想象中的费乐斯 然后他会把 他会去误解你 这种哭 他会把乳头塞给你 这个时候你就在 你就第一次被严格 但是我认为这个严格有个严 就是不是 不是一个完全 那个不是完全绝对的过程 就是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所以你要想到在能值里面 在整个能值里面 它有一种 你想一下一种难以言说的一种状态 其实是对于原初位的一种抗拒 你要确定一个中心 等于说我们说要确定一个 就是确定一个中心去填它 对吧 我 否则的话我没办法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先听完 先听完 听完再说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东西 你肯定只是要命 你肯定是被严格 你肯定是选择被严格 然后转域的话 然后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不断的那个 我们说这是第一步 久而久之 我们会形成很多能值链条 能值的网络 这个是整个能值给你的 你不用看说我不在按 那个 我可以说我很多 这节课很多我自己的 我很多自己的 然后他这里说 我们的能值转域过程 是什么过程的 它其实只是给一个能值 一个新的一个语境 给它新的一个关系 给它新的一个位置 就是原来的语言 就原来你已经被阉割了的部分 你在能值里面 是有个固定的位置的 对不对 虽然它在整个能值里面 相互滑动 然后转域是什么东西 转域是 确定了一个新的东西 确定了一个新的点 我看我这里标的是1还是啥 这里是1 那个刚刚我们都不讨论 我们直接讲转域的过程 就是你 你想一下 就是你有一个 就是你有一个新的 一个难以言说的一种状态 一种对于 一种对在对象界 我们说了在看物的过程当中 你直接照面了那个无 照面了那个位 产生了一种恐惧 就是我们上级和说的内容 这个时候 你产生了一个新的难以言说的东西 这个东西如何出现的 是因为你的情绪 是你的情绪在先的 你的情绪总是已经在先的 以及降临事件 我们说事件 事件 事件已经是总是已经在先的 发生了的 对吧 然后你就出现了一个 难以言说的一个关系 然后拉康这里说 这是只是为意 提供一个意识的语境而已 转运就是起这个功能 就是他没有意 他还没有跟所指向对应起来 他只是提供一个语境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 我们有时候这个高中的时候上课 上凡之期对不对 然后老师 老师来了 然后我们又不能高次同学们 老师来了 我们就用一个 一个声音代替这个意思 对吧 对吧 就是很多人都 很多学校都是这个 这种发音 就是告诉这个意思 就是代表着老师来了 就是我们有一种 你看这个等于说老师来了 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降临事件 就是就是它是突然发生的 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无法去研说它 这个时候你要创造一个新的 一个意识语境 你就用这个 这个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吧 这个还不是 这个在古希腊语里面叫 普西 你叫普西 就是发这个音 如果你写成这个的话 就是PS 对吧 你看这个 我们是有个词 叫做这个灵魂 那是车员了 对吧 就是写成PS 就写成了这个 你不 在古希腊语 我们不会把它翻译成心理学 我们又把它翻译成灵魂论 这些都是灵魂学 其实都是你意识不到 有些 比如说我们technology 对吧 technology 我们把它翻译成技术 我们把它那个学去掉 技术学 技艺学 technology 然后炒菜 对吧 就是老师来了 对吧 然后当这个 这个东西 对吧 你是有一个难以言说的这个东西 难以言说这种感觉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转移的固承 你就把这个 你就把这个发声的方式 把这个声音 与这个意义相对应 然后当这个 当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 普遍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说谋定点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隐喻的固承 所以以后你每次说 就是老师来了 就代表这个意思 你看看这个公式 看这个公式 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转移的公式 这个F括号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已经确定了某个能指 它是中间有个 然后当出现了有一个这个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等于了 就是这个东西对于隐喻 还有一个抵抗作用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转移 你看看懂了 看懂这个公式没 就是我这里有个S 就是有个能指 然后它指在这里面 这个意思在拉康解释来说 是具有某种抵抗 是坚持 就是它还没有谋定下来 就是这个锁指的话 它还在不断的 链条还在不断的动 能指链条还在不断的动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没有下来 还没下来 然后翻过来 它下游一个隐喻的公式 我看一下它这里有个说法 读一下 就是它这里说 这里510言 能指与能指的连接 所形成的抵制功能 就是等式的左边 相当于是分隔能指和锁指的 横杠所代表的抵制的坚持 然后另一层意思是 能指间的转育式连接 在主体的对象关系中 建立了一种存在 存在之缺失 哇这句话写的 这个无穷人 是不写句号的 对它后面说的这种缺失 对吧 因为能指间的转换或滑行 可转域性的理解为 主体欲望的不断坚持 这欲望不是别的 就是存在的缺失和缺陷 这缺失和缺陷是什么 是某种难以言说的 降临事件和情绪 里面包含着实在节 你想清楚吧 这里面包含着实在节 它这里没点出来 我估计它 它是没点出来还是不知道的 是在能指及欲望的坚持中 所维系的缺失和缺失本身 这是转域的影响 你后面不读了 这个无穷傻逼的 这不写句号的 中文的就是你一个意思表达清楚 你要写个句号 这个家伙意思表达完了 就继续表达下去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说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就转域这个事情 你想一下这里有两个方式 第一是对于你个人来说 我们来留两种解释 你写这边吧 到这边来写 第一是对于你个人的发展来说 就是你一个情绪降临事件来说出来的话 对于你来说是行的 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它不代表行的 它不一定是行的 但是人类的这些东西 能能够代表你的那种真正感觉吗 这是我们要画一个问号的 就是你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 这是你个人的东西 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降临事件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给它一个隐喻的话 对下来的一个隐喻的话 你必然在文化中找到一个位置 这个文化中找到一个位置的话 是你这个个人的东西 这是我们画的一个问号 就是我们说我们成 我们成为一个人 我们成为一个主体 其实无非在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我们我们如何进入象征界的 就是这样进入象征界 等下我们讲完这个隐喻 我们再说吧 就是对于你个人来说 你个人的发展来说 你只不过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你只不过是在把你难以言说的感情 跟你有的文化相对应而已 你只是在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小baby 你作为一个小孩子 作为一个婴儿 你突然蚊子咬了 盯了你一口 咬了你一口 然后这个蚊子呢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只蚊子 他给你的痛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痛 就是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会把这个 这种独一无二的痛 跟所有人 所有蚊子 丁其他人 在文化中已经形成的一种 痛 相连续起来 你只不过是在 都对这种降临事件和情绪的 对应而已 我们讲完隐喻来 隐喻其实也是这样 隐喻 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对全人类来说 对于全人类来说 就是说 我们 整个文化如何创造 就是如果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情绪 一个难以言说的事件的话 然后我们 给了它一个新的隐喻 这个隐喻在整个人类文化当中 都没有出现过 从来没出现过 我们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叫它叫做创造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叫做创新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创新 我其实之前有一个课我录了 我说科学家 然后才 科学家 哲学家 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分三层意思来说吧 我们分三层意思来说 第一层意思 我们一般说的创新 比如说我这个 我做一个设计 我把这个杯子设计成一个新的图案 对 就是 这种算不算创新 这种其实不是太算创新 但是我们会意味着 它是 其实设计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欲望的创新 它是在创造你的欲望 但是这个东西 在全人类文化当中都已经有了 那不是真的创新 大家以为是 我们先发明出来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收集飞机 是我们先 就是飞机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 自学的原理 我们 为什么一定是方形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设计成远形的 不存在单一能指啊 哪有单一能指啊 能指就是能指电影啊 不存在单一能指 因为它是个结构呀 单一能指是没有意义的 单一能指有什么意义吗 你没有 没有黑夜 你怎么知道白天是什么 来吧 无意识地构成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那样的公式 他今天那样的公式 他就讲了一个 然后讲一个就开始讲 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创新去了 就是这个公式 对吧 这个 其实重要的是这个嘛 昨天其实我们讲的时候 也讲这里了 对吧 也讲这里了 但是昨天没讲完 有第一个能指吗 有呀 当然有呀 能指不是链哦 能指跟能指链又是两回事 能指是一个 没有单一能指 能指是一个结构 但能指跟能指链是另外一个能指链是两个能指的滑动啊 就是当一个能指出现的时候 你如果他叫到能指 他就不是单一的 他在后面前后必须有东西的 那要讲的就是这个公式啊 这个公式我们再讲一下 原初能指就是 主体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啊 我们再看一下卫明子的吧 看一下卫明子的吧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 之前你们听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稀里糊涂的 你们现在在听应该就会很明白了 但是那里卫明子讲的也是不对的 也是错的 但我们先听一遍 你们一直在纠结原初能指的问题 不是 就卫明子讲的内容是对的啊 但是他的那个 那个他对应的东西是错的 有可能是更高级的 他不是Win10 他是Windows9999 所以大他者他的自我认识 他必须需要一个主体的失败的一个过程 主体认知失败的一个过程 需要一些科学家发现 哇原来我是个傻逼 不停的有流震 哦我是个傻逼 需要一个斜杠 他必须中间有一条斜杠 他内在的有不一致性 他不是我的过去 他只能界定过去 就是限于大他者当中而不自觉 而不自觉 没有办法无法拉开距离 无法和大他者拉开距离 你主体性还没有萌生呢 你的这个subjectivity还没有刺入到里面了 当当你能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大他者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先验主体性这个操作系统已经帮你把桌面呈现出来了 已经把桌面呈现出来了 subjectivity意味着你这个系统你开机了把桌面给你呈现出来了 那么在开机过程有一段阶段是黑屏的 黑屏的状态就是大他者 还尚处一个母子共同体的一个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大他者是一致的 暂时是一致的 或者说这个这种一致性是一种虚假的幻觉是回族性的建构的 是你是这种梦 母子共同体是一种梦 母子共同体是一种是一种梦是回族性建构出来的梦 这时候存在一个A但是原初能者还没有出现 你要看一下这一系列那个主体化怎么完成的 就是刚才我不说了 反正你们自己看一下主体化怎么形成的过程 是不存在的 他是这种不存在的梦 是没办法做梦的梦 他是他辩论关系是挺那个 这是第一个 他代表的阶段就是母子共同体的阶段 他的状态代表的母子共同体状态就是婴儿 就是意识自我意识 你没有第一人生意识体验 而且他不占据时间性 没有时间上感受 但是说他能够算是一个驱动时间运行的一个机制 他是无时间的 但是他是时间性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他时间性的一环 因为他是整个符号学秩序的符号链 或者我们叫他能指链 signify就是能指链条的一个环节 而这个环节的话一般他都是 我们也说他叫第一节 他都是回溯性建构的 他是回溯性建构 他不能 他是回溯性建构的 回溯性建构 他实际上是不在这个能指链里面的 他是回溯性建构出来的 想象出来的 幻想出来的 但是他能够 他就是能够 他是时间性一环 因为他就能够界定所谓的过去 他能界定过去 the past 他就是回溯性 Ratual Activity 回溯性本身要施加作用的话 他必须要能够回溯性的投射 这个大大者 我讲的太太详细了 但是你只要理解一个就行了 就是说他就是无线阅读状态 就中了无线阅读 就是每个人都中无线阅读 你不要说幻想 我可以不中无线阅读 不行 每个个体都中了 你已经中了无线阅读 就是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线线主体性 已经在那边运行了 否则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你的意识根本不会 不会维持在那边 所以大大者就是符号系统 就是符号系统 大大者就是建构这一切 出来的那个机制 符号学机制 那个符号学机制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个语言学机制 因为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之下 就是语言 而不仅仅是符号 海德格尔语言是比符号学 结构主义上的符号 更丰富的一种概念 所以大大者 他肯定在 永远在 但是他又不存在 他不存在意味着 他的存在是一种虚假的存在 他是打引号的存在 他那种虚假的 他是一种有问题的存在 有问题的 他的存在是不一致的 他的存在是不一致的 他的存在是某种机制 投射出来的一个幻觉 一个幻觉 你背后这个先验主理性 你这套操作系统 是一个幻觉 是一个幻想 是一个幻觉 就是他没办法实体化 你知道吗 他没办法说 他是一种存在 你不得说他是一种存在 我们当然可以说 在拉康义上 可以说能指链 或者符号系统 他确实存在 他在 但是他内在的有不一致性 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实在的 现在 现成在场的一个东西 反过来说 时间性是由他的运动来 建构堆叠建构出来的 所以这就大踏者 大踏者的体验 母子共同体 母子共同体 他在大踏者 会有很多现实的扮演大踏者 很多会扮演大踏者 比如说历史必然性 比如说上帝 这些都是大踏者的化身 比如说the god 上帝 他全知全然 他可以扮演一个大踏者 还有比如说历史必然性 什么都是历史必然性 演化出来的 这也是个扮演的一个大踏者 那么我们把大踏者讲完了 我们讲第二个 从A 从A 到进一步 就是A不存在 到这个符号 这是第二个 符号链的第二个 就是说 这意味着是一种母子分离 母子分离 或者你就感受到 一方面叫你感受到 大踏者的 不一致性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大踏者 或者叫母子共同体 他自己 自己把一个主体甩出来 就是说 主体是什么 并不是说有一个主体 在那边感受到大踏者 是不一致的 主体就是大踏者 对于他自身不一致性的感受 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你就理解到 为什么大踏者就不存在了 因为如果大踏者存在 他不需要一个主体 大踏者 他是不一致的 他存在是不一致的 他必然需要 需要一个主体 需要一个斜杠 他必须中间有条斜杠 这个斜杠 才能回溯性的建构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他 回溯性建构了他 而不是他变成了他 这个是 这个箭头是一个虚假的箭头 是一个虚假的箭头 这个箭头才是真的 就是说 这个玩意 他内在有不一致性 我简单来说吧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他可能 这个世界本身 他可能跑的操作系统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操作系统 这个世界可能 跑的操作系统 是可能 Windows Windows9999 这个宇宙本身 我就说这个宇宙本身 可能跑的操作系统 是Windows9999 但是有的人脑子里面 是装的Win10 有的人脑子里面 是装的Windows95 有的人脑子里面 装的是什么 什么DOS系统 你理解吗 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大他者 他必然需要一个主体 才能 需要一个低版本的 一个操作系统 才能意识到他自己 而他那个最高级的 最高级版本的操作系统 不存在 doesn't exist 不存在 他不存在 了解吗 他要存在的话 他必须通过这个主体 认识他 失败了 哦失败了 哎呀 有超出这个主体认识的 一个 剩余的一个东西存在 你才能说 他有可能是更高级的 他不是Win10 他是Windows9999 所以大他者 他的自我认识 他必须需要一个主体的 失败的一个过程 主体认知失败的一个过程 需要一些科学家发现 哇原来我是个傻逼 不停的有流论 哦我是个傻逼 爱因斯坦说 我也是个傻逼 我没办法实现 什么大一统理论 大统一理论 对吧 就是大他者的自我意识 他必然要通过 这些失败的活动 才能实现 大他者 自我 大者 不保存的一个 分裂成 这个主体一开始 他的分别是不会被招了 这个 A一斜杠 就从大他者 走向的这个 日性本身 进行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就会 就叫做原初能值 就是关于这个大他者 不存在的 一个符号 这个S就是 SIMBLE SIGNIFER 一个能值 这是一个原初能值 理解原初能值 什么了吧 能不能说你还是没懂 你就补下昨天听课 你看昨天就缺课了 现在能不能理解 原初能值是什么了 第一个能值是什么 这个严格论讲 这才是能值链的第一个 它是一个原初能值 这才是能值链的第一个 所以它就等于 S1 它是一个原初能值 那么这个能值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能值 其实上就是 包括系统的自我运动 它是关于什么能值 能值总要 只称一个东西吧 能值总要 只是一个东西吧 能值要 要指一个东西吧 要指向某物吧 某物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它指向的这个 S A不存在 它指向的就是一个 A不存在 也就是说 它指向的是虚无 它指向的是这种 指称本身的失败 指称活动本身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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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失败啊 你要想了就是 这是大他者 大他者他有问题 他有问题 如果他能够指称自己的问题 他就把这个问题给修复掉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他永远没办法指称 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他又又不得不去 甩出一个对立面出来 不得不去甩出一个S出来 甩出一个符号出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符号和和他的 和他无所指称的 哎呀 我的脑瓜比较疼啊 我这样说吧 就是我们一定会分裂成他的能值 和他的所指 和他的那个对象啊 你说你说个某人 某人这个符号一定会立刻变成 某人这个符号本身 和具体那个某人某个人 他一定会立刻分裂 他一定会立刻分裂掉 就孙悟空 立刻就分裂成孙悟空这个符号 和孙悟空所代表的那个东西 那么在原初能值那边 大他者的分裂会导致 第一个符号是没有东西可指的 这个S1是没东西可指的 所以他立刻就分裂成S1和一个空极 我说空极 这个空极本身 这个虚无本身 其实就是大他者不存在 大他者没有办法找到他 他的那个实体性的一个基础 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实体性的基础 他没有办法找到他自己一致性的一个基础 他没有办法在场域里面找到一个立足之点 这个符号系统永远是漂浮在场域之上的 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 符号系统永远会飘 就是这个是世界 这个原代码 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初的那个线线主体性 或者说这个符号符号系统符号系统符号秩序 符号系统 他是不会在里面现身的 他不会现身的 他不会现身的 你跑一个软件的时候 那个软件原代码他会显示出来吗 不会他不会现身的 他外面 他这个世界生成出来 世界本身会显现出来 但是这个符号秩序本身他不会显现出来 他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也不能说有一张纸上面写满了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符号秩序 no 他不会的 他本身是没有办法现身的 天然的一种 他不得不隐移起来 符号秩序不得不隐移 哪怕里面有什么物理学家 有什么哲学家 探索的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对于这个符号秩序的一个模仿或者一个探测 这个东西本身是不会显现出来的 符号秩序本身是隐移起来的 了解吧 他是自己必须把自己缝合起来 自己必须把自己缝起来 最好是你在前台界面 或者是你在这个 你就很简单 你在玩一个手游 你在游戏里再怎么探索 再怎么反向探索游戏的机制 你知道这个代码运行的功能跟效果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不到代码 能理解了吧 就是你当然可以知道 比如说你通过一个面测试 你说啊 这个代码的功能是这样实现的 比如说这里这个怪过三秒会刷新 我试出来了 就是你也看不到那个代码吧 你也看不到什么 什么刷新函数等于3这个事情吧 把这个世界用一些 暂时的临时的一些外表 我这样说吧 就是大同目灰烟的无限阅读 这个无限阅读 他无限阅读展开了之后 你每个人眼睛里面看到那个幻想的一个世界 会不会有这个无限阅读的那个眼睛在那边 不会的呀 他如果你的眼睛也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就发现 哦原来我是中了无限阅读 原来这个世界是假的 我把这个眼睛给他 给他摧毁掉 他如果是真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无限阅读大同目灰烟的血轮眼 在这个世界里面现实 光而出了 他这个出来不行 告诉你这个是不 他不存 原初 一个符号就是叫Phalos 原初能指进入到这个 进入到这个 我们下面一个符号就是叫Phalos 下面一个符号就是Phalos 实际上就是 阳聚 阳聚能指 就是说主体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并不会是母子共同体 我们继续延续这个母子共同体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个代表母子共同体 这个代表母子共同体分离 这个代表实际上代表是父亲的 父亲的介入 S1的S1是代表代表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符号律令 法律 父亲的法律 父亲的符号律令 因为他是以一种缺失 他把这种缺失不在场 就是符号秩序没有一定 就是母子共同体分离 他当成一个积极的东西 顶出来了 就是他把一种缺失和不在场变成 一种积极的存在 变成一种权力 变成一种权力关系 就负权 S1代表负权 这也能理解吧 他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 他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如意识浪斯对吧 他把本来不存在的那个A 变成了SE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主体 主体化的过程 就是为什么从 the real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积极性的东西了 有一个 SE subject出现了 那么进一步讲的话 人怎么到个自己长不存在的 因为人就是无中相少的呀 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呀 孩子 在这个时候 就会 进入性化 性化过程 所谓的性化就是 sexualization sexualization 应该不是 上面一个 是下面一个 sexualization 就是孩子就是开始会感受到 一开始有eg细胞 对eg细胞然后你变成动物了呀 你还不是人呀 动物是怎么变成人的 原来这种缺失是可以用一个符号来代替的 是可以用一个符号来代替 但是并不是这个代替这个 不是不是这个SE本身 因为SE还是直接指向一种匮乏 一种缺失 一种你不得不得和母亲乱伦 就是SE代表的是父亲的禁令 代表父亲的禁令 不得乱伦 就是你不得重新回到那个母子共同体的状态 回到那个母子共同体的状态 你的自我就会消失 你自我就会有什么 要成一种 他会把它扭起 就是这个符号出现了 这个符号 能指链上这个符号 这个就是无一式建构的过程 现在理解菲特斯怎么来了吧 就是在你它进入到你的conscious的界面之前 它一整个结构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你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是个运算结果了 能理解了吧 但是它不是这样的代数式运算啊 它只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时间性的线性的 也不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有逻辑性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怎么说 就错普学的一个结构吧 你看那个结构 它那个位置上就包含了这所有的一切了 就是说之所以母亲会愿意和父亲结合 而不与我结合 是因为父亲那里有一个我没有的东西 父亲那里有一个我没有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做phalus 就叫做phalus 就是杨矩 就是爱 philosophia phalus 就是杨矩的意思 杨矩的意思 我就重新回到母子共同体当中去了 我就可以重新进 是代表了一种 然后再往下说俄里普斯三阶段了 再次俄里普斯三阶段大家都很熟了 我只是讲这个给你们讲原初能指 怎么来的 现在已经充分理解了吧 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 都不是半天没有讲明白 就是那个点是怎么出现的嘛 就是弄一大堆 画个点出来 现在知道这个点怎么出现了吧 就是能指先分裂成 大大者能指分裂成它跟它自己的空极 然后这个空极必须变对一个 大大者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主体 然后这个主体必须幻想着 A的存在 它通过幻想A的存在是产生的一个禁令 这个禁令就是SE 这个SE就是主体了 subjective出现了 所以SE-是原初能指 第一个能指 可以理解了吧现在 现在应该很清晰了吧 不理解的没关系 反正以后 这一段其实刚才我们讲 那个临床里面没有讲 因为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就是无意识是如何结构的 因为在那个临床的方面 其实比较多的是处理佛号界跟 那个佛号界跟想象界的问题啊 就是the real实在界的问题是比较难的 就是这个无意识结构是比较难的 所以基本上不怎么讲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隐喻跟转喻的表达式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转喻的表达式啊 实在令人眩晕 并不晕啊 他刚才讲的那一系列 不是非常的清晰吗 哪里晕啊 而且高速公路你没有发现 是只有你一个人 不停地在刷这个事情吗 就说什么眩晕 看我眩晕你已经刷了几十条了 你已经刷几十条了 但是你看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所运这个事情 因为是很清晰很简单的 并不存在运这个事情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转喻公式啊 等式左边括号by的fs 代表能值链的抑制功能 代表的是抑制啊 但也可在代数的意义上 把它离解为能值链条的函数是 包括括号里的ss 代表能值与能值的链接啊 这个就是能值链 等式右边的s代表能值或能值链s s代表所值或者意义啊 就是这个代表所值或意义啊 横杠呢表示对意义的抵制 对这表示所表示的含义呢 拉康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转喻的结构 它表明正是能值和能值连接 使那个省略成为可能 借着这一省略 能值得以在对象关系中安置存在之缺失 并利用意义的回止价值 将欲望投注其中 而这欲望的目标正是能值所维持的那种缺失 至于这个括号之间的符号横杠 代表着追求效率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主播 主播播了多长时间 一个多月吧 一个月不到 现在摆件了 这还不够效率吗 你学了这一套东西 学会了你也可以迅速摆件啊 不然你现在去直播 也就天天起讨 也就十个健养的水平啊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直播间 不能给你效率呢 现在好多主播那个Makoto 他也开始在那个 我知道你在喷另外一个人 我也是在跟那两人对话 那个Makoto现在也在讲那个 也在吸未明子啦 也在讲那什么的呀 在讲这个的呀 因为他知道虚拟一遍没有前途啊 对啊 所以你一开始在那边挑衅着 跟你说吃这个 啊能吃饱饭吗 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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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的呀 你研制和我比不良 那你总比未明子强吧 你不可能比未明子更丑吧 对啊 那你们为什么会觉得 讲这个东西跟效率相同 或者是赚不到钱 当然可以的呀 我不相信那种人还不如他 那你可以上一个进场 我帮你做一个造型 我帮你做一个造型 然后你再去直播 肯定比他强 至于括号之间的符号横杠 在这里代表着横杠的坚持 横杠的原初 算是标示着 对在能治与说的关系中 构成了意志的抵制的不可还原性 这里还是看不懂对不对 不要着急 接着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看 这一种典型的妄想症巨法 并且妄想症的逻辑 还是给我们的索解留下了可能 它意思的可能在两个层面来理解 能治与能治的连接 使得意义的省略成的可能 以及能治的连接并不产生新的意义 它只是为意义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意志语境 在那语境中 能治与所指是一个横杠 一直被维持着 代表能治不可抵达 不可能抵达所指 在能治的华清中 守了一些意义的缺失是不可还原的 就是字面以色 这次我们可以把那个表达是独作 能治与能治的连接所形成的意志功能 左边就是说 通过能治的华行 形成了一个意志 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们昨天说 那个床前明月光 以示地上霜 通过能治的华行 产生了一个意志的效果 对不对 男人没颜值都算了吧 现在就爱欲经济学时代 如果外面子长得更丑一点 它讲了你们会听吗 但是它干净 干净整齐 它长得很丑 你们会听吗 一个男生只要干净整齐 他不会瞅到哪里去的 你们还是会听的呀 所以你说这个话 为民子 你说的所有的关于 这个实在是什么呢 为民子都跟你说 不可能性 就在于说 你还是会去听啊 对 所以你说这些 所有的这些丧气的话 都不成立啊 这段时间 这边这个等式主观 是不是能理解的 就是能治炼的华行 产生的意志效果啊 对吧 相当于是分割能治与所指的横杠 实在表着底质的坚持 在等式的右边 就是刚才那个横杠啊 另一层意思是 能指尖的转域式连接 在主体的对象关系中 建立了一种存在之缺失 因为能指尖的转换和滑行 可转域性的理解为 主体欲望的不断坚持 而这欲望不是别的 就是存在的缺失或欠缺 是在能指尖欲望的坚持中 所维持的缺失或欠缺本身 这是转域的隐身意 视频的精神分析经验 做了再度解释 一次可以把表表达式读作 能指尖转域式连接的意志功能 等式的左边 相当于是能指或欲望 对存在之缺失的坚持 等式的右边 这句话不懂是不是 我们再读啊 读到隐喻 这地方把这个讲明白 隐喻的表达式是这样子的 它是 SPS 然后这边是一个加 那边本来是个减 然后是能指尖的滑形 对不对 能指尖的 就一个能指 相应另外一个能指的滑形 那这里呢 是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加 这是隐喻的 隐喻的代数式 在这里 表示一个能指取代 取代另外一个能指 这种都是能指 主要是SPS取代了S 因为 因为隐喻就是SPS取代S嘛 对不对 隐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 副知名取代了 外面的框那个S 不要管那个S 那个没什么意义的 副知名取代了 母亲的欲望 对吧 一个能指取代了 另外一个能指 对不对 取代了对原来的想象 对吧 副知名对原来的想象 但是加呢 表示对横杠的穿越 大家看对这个表达 是同样有一个解释 就是隐喻的结果本 正是能指对能指的取代中 产生了某种 失忆的创造和创造性的 意志效果 或言之 正是在那一取代中 是所论的 意志效果出现了 至于 破号之间的符号加 这里代表着 对横杠的穿越 以及这种穿越对意志效果的 出现的 所具有的构成价值 这个就是 不乐意的的宁缩跟 宁缩跟转域啊 但其实这就是 最基本 最根本的转域跟隐喻啊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 这个加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隐喻创造了新的东西出来 它不再是意义的缺失了 隐喻创造了新的东西出来 就是 母亲的 那个父亲对母亲的 父亲的 把母子共同体分离的这个禁令 创造了什么东西出来 这个加 我们又把这个例子举进来 把这个例子举进来 就刚才那个 就是 上面是父之名 下面是 母子共同体的原乐 就这样的一个干戈 共同体的原乐 就这样的一个干戈的过程 这样一个转域的过程 这个加 加的是 加的是什么东西出来 还欲望呢 哎呦 这个讲了那么半天 还欲望呢 干嘛这么不自信啊 就是大宝贝啊 就是大宝贝啊 能不能理解 把费勒斯加出来了 所以说 隐喻是有创造性的 对吧 所以我们再回去理解 那个临床中他所讲的 他没有讲这个公式怎么推出来的 但是他讲的很简单嘛 就是 父之名 是所有的那个能指的底层的 因为我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代数式了嘛 从这个A A到A斜杠 到S A斜杠 然后再到菲勒斯 这个整个的过程看到了 对不对 就从原初能指 因为父之名 大他者 A 和A不存在 这是最原初的能指 对吧 原初能指 如果这个东西一旦最开始被除权了 后面这个都加不出来 就没有菲勒斯 他认同不了菲勒斯这个东西 就是 所以说到后面所有的那个 他就没有办法创造新的隐喻了 因为他原初能指 整个这个链条就失败了 因为这是一个positive嘛 对吧 就是 隐喻是可以创造 隐喻是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出来 理解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转域公式呢 转域公式是个简 简是什么意思啊 他没创造新的东西出来 转域就还是在坚持着 那个 就是匮乏 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哪 就是那个 不是说用什么 呃 子 什么 剧院代替子宫嘛 或什么月经的场所代替子宫 但这是转域 转域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吗 也没有 对吧 就是说 转域是什么 转域就是 这个能指连不停的滑动 不停的滑动 可以不停的彼此踢 但是他没有 他还是使用对意义是抵制的 因为他没有创造出新的意义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代表对意义的抵制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穿透性的东西 所以说为什么是 隐喻很重要呢 因为隐喻是一个穿透性 它是一个加号 那这边是一个减号 怎么办 至于前世说的什么全人类的那些东西 我就理解不上去了 说理解不能 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 我们更能理解那个临床上的这个事情怎么回事了吧 就是为什么傅志明对母亲替代如果这个东西没了 后面的东西就全部都是缺的 因为这是不行的 因为后面就没有了 好了 给自己鼓鼓掌 这一段听懂了吧 这边听懂了吧 为什么隐喻是上下结构 因为一个能指要替代 能指 隐喻不是说部分吗 转喻不是类似吗 部分就是用一个东西替代另外的东西吗 再理解一下 那个皇冠的隐喻是什么 皇冠的隐喻是皇帝吗 或者是皇权吗 对吧 他就是用皇冠代替 他就是用皇冠代替这个皇权吗 它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你说皇冠 大家都能理解吗 对不对 大家都说他这是那个东西 他创造了一个新 然后这里面又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对吧 OK 我们给自己鼓鼓掌 很棒 今天这一章讲得很好 颜运跟转日老公式 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了 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解的 今天分析其实并不难 只要把这个东西有人给你们 子子嗜嗜嗜的 你们知道哪里不懂 给你讲明白 你会发现挺简单的 没有什么难的东西 转运运运你们现在懂了 能止意志什么全部都懂了 对吧 嗯 就是在看那些比较难的 所谓的知识分子出的视频 本来以为是说 啊 是我笨 他是懂的 这个东西他很懂 但是这个东西太难了 我笨我理解不了 而其实并不是 其实你现在知道了 发现并不是你不懂 对吧 也并不是你太笨 这个东西太难 以至于理解不了 对吧 对啊